Hello,大家好,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卧底方法 刚开始接触陶迪的一些朋友们 多数呢,是用这个指尖按住这个发音孔的 指尖按住发音孔很容易造成音孔按不实 所以呢,音准就没有保证 那我们如何去解决这个样的问题呢 我们看一下后边的这两个音孔 后边的两个音孔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正常去按的时候呢 用这个大手指啊,再多出去一点点 前面的四根手指,它自然的就会做一些调整 看,这样的话,不是就是用这个指腹 肉最多的这个地方去按住这个音孔了吗 就是这个意思 正常我们按的时候呢 大手指要比实指多出半个这个手指就可以了 大家记住这一点 就能把这个音孔就盖实了 再看一下 这样按前面的手指也是用指腹肉最多的这个地方圈 大家学会了吗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卧底方法也是比较重要的 所以呢,我留到了最后跟大家分享 根据之前的几小节去串联起来 这个顺序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一,卧底 二,持底 三,气息的坡度 四,如何正确的打开口腔 五,辅吹 六,运舌方法 我们在吹淘底之前 你一定要是先了解最基础的 最重要的一些方式跟方法 然后呢,我们再涉及到接下来的怎么去吹 对不对 然后呢,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腹吹的这个字的理解 有的这个字呢,是羊腹的腹 我的个人理解 我是辅助的腹 有什么区别呢 辅助的腹是通过我们辅助的这个动作 也就包含了这个羊腹的这个动作 对不对 所以说呢,辅助的这个腹 通过我们的这个辅助动作 达到我们想演奏的这个效果 我的个人理解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说我用的是辅助的腹 那陶敌基础教程的第一章节 就告一段落 我们下一章再会